一年一度的体育推手奖 今天2020年12月25号 在台北美福饭店举行 由蔡英文总统亲自颁发各种奖项 而这次巴马国际也获得了长期赞助奖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颁奖的情况吧 由教育部体育署 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 跟体育运动总会主办 2020年第12届体育推手奖表扬典礼 12月25号下午 在台北美福大饭店热闹举办 为了表达对企业热心奉献的诚挚感谢 蔡英文总统今天亲自出席 致辞肯定体育推手奖的正面意义 蔡英文总统也颁发奖座 给包括巴马国际公司在内的 20多家获得金纸奖的民间企业 除了政府投入资源 我也要感谢许多民间的体育推手 无私奉献为我们的体育选手提供的最丰沛的支持 也和政府一起成为选手最重要的后盾 今天我们要表达的就是第12届体育推手奖 一共有51个热心赞助推广体育活动的企业 管体以及个人获奖 其实台湾体育运动的发展 除了政府大力推动之外 也要靠各单位跟民间企业的赞助 教育部体育署从2009年开始 已经连续12年举办体育推手奖表扬活动 颁发包括赞助类 推展类跟特别类三种奖项 其中巴马国际公司 已经连续5年获得推手奖 也连续第三年获得最高荣誉的金纸奖 反正运动员在比较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私利的地方 这是我们公司创业十几年来 一柄初衷 从2010年我们就开始做了 那我们是一个私人的企业 我们跟很多银行啊 很多大企业不一样 我们全部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拿钱出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感到比较自豪 还有我们这些伙伴比较自豪的是说 我们是用自己的力量支持社会 支持运动的 巴马国际公司表示 2018年第一次获得推手奖金纸奖 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赖清德颁奖 2019年第二次获得推手奖金纸奖 由当时的副总统陈建仁颁奖 这次连续第三次获得推手奖金纸奖 并且由蔡英文总统 亲自将讲座颁发给公司创办人王文清博士 巴马国际希望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楷模精神 打造永续经营的公益企业 记者刘亦伟 卓轩儿台北报导 OK 好 谢谢 itarian 发元章 毫表 核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